如果评价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强弱,许多人习惯于比较各类作战舰艇,有些人将认为辅助舰艇更能体现差距。 这一点有一定的道理,毕竟海军规模越大,那么它所装备各类辅助舰艇确实会相当多,但随着中国海军的发展,各类辅助舰艇也得到发展。 其中有一个型号相对特别,岛礁型补给舰,岛礁型补给舰也许为中国独有的辅助舰,全球独一无二的补给舰,主要是为了适应中国岛屿众多的实际情况。 在上世纪90年代初,建成904型运输补给舰,被认证,大运集,全球至今仅中国成功建造出这类补给舰,从其首舰,现役的883舰,于1992年服役至今的30多年,或者说,几十年来,没有其他国家建造出来同补给舰。 该舰全长156.2米,宽20.6米,支水线6.8米,满载台水量10975多,采用两台材流发动机,9000马力每台,双轴推进,航速22节。 7米辈较强,拥有4座76式双连37毫米高炮和4座25毫米炮,只是相对于其他辅助舰艇。 实际依然为自卫性能,改建最大的特点就是中部了4个高海矿工作品收放门架,采用了先进的自动化控制技术,可以在高海矿下收放重约10吨的工作品。 每个收放门架可容赖一艘小型通用小艇,此艘小艇可以满足母船和海岛之运送人员和补给的需求,同时其借为设用大型直升机,甲板,可以骑降大型直升机,从而具备垂直补给的能力。 同时,舰上甚至有客舱,可以担任人员输送的工作,这样极大的方便了无码头的导礁补给工作,不仅可以满足物资补给要求,又可以提供人员运输的工作。 除了导礁补给,他也充当过渔正船,为中小型渔正船和渔民提供补给,库盖旗舰一度借掉渔渔正船,也是唯一的不足位,没有大型补给门架,不具备远较便对补给能力,这不算问题。 毕竟他的主要工作,不是为舰队补给,而是导礁,实际解决了很大的问题,使多偏远海岛需要获得食物、水、燃料和其他补给,可是因此深条件的限制,往往无法修建大型码头,大型补给舰不接艇考,要么使用小型运输舰艇,要么使用小艇转运,反正效率都很低,一旦遇上恶劣天气等条件, 即会让补给工作变得相当困难,小型运输舰艇无法靠岸,小艇又无法顺利收绑,这种导礁型补给舰则完全解决这个问题,除了裁缝季节之外,可以保证收放小艇,从而让小艇执行转运补给工作,该舰属于为特定情况而出现的特殊补给舰,世界上相当少见的,虽说几舰造了几艘,但是解决了大问题, 只不过随着技术的进步,其功能也在不断变化,进入本世纪后,中国又建造了其改进型,904A型,建一艘,其排水量达到了15000吨左右,其可运载的补给物资数量大大增加,可以达1万多,今年又出现了094B型,叫A型,性能上又有进步,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导舰补给舰,已具备为战斗舰提供夜货和干货补给的能力,夜货主要是战舰的残油,航空油量,机器润滑油,蛋水等,干货主要是各种型号的弹药,食物,机器备件,备用武器,补充兵员等。 。